嗨 大家好 我是Vogue亞太區編輯總監Leslie 今天要跟大家回顧Vogue Taiwan 跟鍾琳合作過的封面故事 哦 這個是一個充滿粉紅泡泡的一個拍攝 是我們2022年10月 大S跟歐巴的封面 在拍攝現場 真的就是 鋪滿了粉紅色泡泡 只要是一喊咖 他們就一定是十指緊扣 印象非常深刻的就是 有一版封面是他穿一個非常大的黑色裙子 當攝影師一喊咖之後 大S就說好重哦 二話不說 我們就看到歐巴從後面直接把他抱起來 把他抬進給歷史 我們覺得天哪 現場實在是太甜蜜了 我們跟大S他們溝通的時候 希望是拍攝出一些生活感 可能畫面有一些輕鬆 但是還是帶有中靈的風格 大S一支可能給大家的形象都是比較甜美 所以我們有刻意去幫他做一些比較中性的造型 哦 這個是 到目前為止 我上任以來 全球迴響最大的一個封面 是2022年的1月號 2022年的1月我們想要用永續來做一個開頭 因為永續有很多不同的延伸議題 那這一次我們想要探討的是氣候變遷跟環境的污染 我們跟中靈討論的時候 他就告訴了我們有一個單位叫做 百分之百純污水製冰所 他們是用台灣一百個不同的污水的水源 去做成冰棒的模樣 這個完全就是符合我們想要去傳遞的訊息 所以我們就跟他借了這個作品來做拍攝 吃冰棒原本是一件很快樂的事情 但是如果我們不好好的去控制我們的環境污染 以後吃冰棒可能就不是一件這麼快樂的事情了 其實裡面掺雜的會是垃圾跟污垢 所以有的時候我們也喜歡用這種預言的方式來說故事 這個封面有兩個版本 另外一個版本也是在詮釋 模特兒很像一隻美人魚 他的生活的生態已經是一個充滿污垢的環境 拍攝的時候那個現場的環境不是我們誰的水 本身就是這麼髒 我們發現這個實現性是跟我們想要傳遞的訊息是非常一致的 然後這一個是2022年9月號 9月號也是一個全球主題是Fashion's New World 後疫情了 然後大家對時尚有什麼樣子的一些新的期待 很幸運地請到了天后級的蔡依林 來詮釋我們這一次的封面故事 大家想到Fashion's New World 可能都會想到一些比較華麗 比較Glamorous的畫面 然後大家想到蔡依林的時候 也會想到她在舞台上面一些比較誇張的造型 我們想要把它做相反的 回歸到一個最純樸的 最basic的 Lessis More 人內心的強大 就是當你在一個非常好的狀態 也對自己非常有自信的時候 即便只是一個T-shirt跟牛仔褲 你也一樣可以發光 時尚感覺好像是花花世界 但是你到最後還是得要反思 你是什麼樣子的人 是你穿衣服而不是衣服穿你 我們這個concept其實也很符合蔡依林現在的這個人生階段 就是她也是在一個非常非常好的狀態 是很符合我們想要去傳遞的訊息 然後這一張是我們 2020年6月的封面 我記得那個時候是 疫情剛剛在全球延燒 所以我們想要做一個跟力量相關的主題 鼓勵大家在這個很困難的時候 裡面還是要保有這個力量 這也是我上任之後 跟鍾琳合作的第一個封面 我們討論了之後 想要用一個比較優雅的方式來詮釋力量 於是我們就請了一個身形跟肌肉線條 非常唯美的模特兒劉欣宇 詮釋這次的封面故事 外景早上6點就開始抒花 因為我們為了要捕捉這個天光 那邊拍的時候 旁邊還有很多人在釣魚 你們現在看到的這張照片 有另外一版在內頁裡頭 是有很多的游泳選手 游了三四十趟吧 那張沒有上封面了 I'm sorry 我們內頁也很幸運地 邀請到了文姿雲 跟我們一起演繹關於力量的封面故事 OK 下一個 這個是2021年9月號 其實是一個全球的主題 叫New Beginnings 因為那個時候 疫情似乎要退去了 然後想要給大家一個新的開始 一個新的希望 所以那個時候全球主題的設定 也是希望每一個市場 去詮釋它的時候 可以拍攝在地的日出 如果我們要在台灣拍日出 我們一定是選擇 在台灣可以看到第一盞曙光的地方 就是台東 然後我們也邀請了台東的在地人 阿鮑跟布拉瑞洋 還有他的舞團 來詮釋我們的封面故事 那個時候 凌晨兩點就開始梳化 然後好像四點 我們就離開旅館去追 第一道曙光 它後來出來的成果 它很像一副 文藝復興十五世紀時候 出來的那種古畫 拍攝的當時正值颱風 我們大家都很緊張 因為前一天晚上也在下大雨 所以我們大家就 毛起來燒烏龜 燒超多烏龜的 就每個人都在畫 毛起來畫 然後一張畫 超多隻烏龜 然後大家就圍在那個爐子旁邊 在燒烏龜 隔天拍攝的那一個小時 真的就沒有下雨 讓我們捕捉到了日出 然後拍完了就又開始下 所以我們真的覺得 好像燒烏龜蠻有用的 這一張是 2021年4月號的封面 其實Vogue其中一個非常重要的 核心價值也是永續 所以我們每一年都會 針對永續的主題 去做一個封面故事 其實永續就是一個 對大自然的愛 所以我們想要 送給大自然一份情書 想要傳遞 大自然的位置 是比人類還要高的 為什麼我們會 在封面上面 用這個花作的面具 把model 的臉都遮住 因為其實我們想要大家 先看到大自然 再想到有人 也是傳遞說 其實我們每一個人 都應該要有這樣子的思維 才能真正去保護 我們的自然環境 自然生態 然後另外一個版本 其實也是兩個model 它去詮釋植物本身的 形狀跟動作 是以植物為主角 然後人類為配角 的一個封面故事 那你們如果看到那頁的話 你們會發現說 其實有很多的頁面是 只有花 其實我們也想要傳遞 Biodiversity的 這個延伸議題 所以我們就花為主角 然後跟人共融 這樣子的一個切角去詮釋 這是 2021年11月的封面 Vogue一直以來核心價值 也是想要傳遞 The Inspiring Women 女性力量的這個主題 那一年剛好是奧運 然後霍慶純又是金牌得主 所以我們就請她來詮釋 這個女性力量的這一期的封面故事 大家對她的印象 可能是比較陽剛一點 尤其是因為她的這個運動項目 又是一個比較 好像用很多肌肉的 所以我們在造型上面 造型師有特別刻意地去 用一些比較柔軟的線條 去詮釋這個 她比較女性化的一面 那這個其實也是 我們跟鍾麗討論之後 想要去做的一個方向 就是她其實是 剛柔並存的一個女性 即便她的運動充滿力量 但是她本人其實是一個 非常少女性的一個可愛的女生 所以我們也希望把她這個柔美的一面 可以可以詮釋出來 這一張是2022年6月的封面 因為6月是全球的pride month 通常在6月我們也會想要共襄盛舉 然後來去詮釋愛的多元 因為大家想到愛都會是粉紅泡泡 但是我們想要用一個不同的切角 來詮釋這個所謂愛的多元的樣貌 她的背後可能有非常多的情緒存在 在封面上面是有兩個女生 站在一個天秤上面 小字是love is 然後眼睛蒙著 但是手牽著 所以就是那愛到底是什麼 其實是有多樣的definition 另外一個解讀方式 也可以是love is blind 這個是2023年1月的封面 我們今年其實也是在1月份 想要講永續這個議題 只是這一次我們不是針對 環境跟地球的永續 而是對於自身的永續 生命的永續 大家都知道許芳怡老師 非常強調身體要快樂的這件事情 所以我們就邀請她來做 我們的封面人物 去象徵著要讓生命永續 必須要好好的照顧自己的身體 跟自己的心靈 1月又是年初 所以剛好可以給大家一個這樣子正面的訊息 拍攝現場 非常有趣 有一種很不一樣的火花 因為許芳怡老師跟鍾琳老師都是藝術家 其實是一氣合成的舞蹈讓鍾琳拍 鍾琳會跟許芳怡老師說 你可以做這個動作嗎 腳可以抬這麼高嗎 老師說當然可以啊 你還要再高一點嗎 我可以更高喔 你有捕捉到嗎 這樣 所以就覺得很可愛 就是兩位很可愛的藝術家在現場尬 但是又感覺他們尬得很爽 那可能也就是因為這樣子 所以插出了一些非常精彩的火花 大家在這個畫面上應該可以感覺出來 最後一張就是我們最近期的5月號封面 5月我們是第一次把一個全球IP叫做Photovoke帶進台灣 這個IP其實是針對攝影 也是針對去培育新一代的影像創作者 這一次我們設定的主題 其實是想要回到攝影的本質 標題是Eye to Eye 也等於是攝影師的眼睛跟這個鏡頭 對著他拍攝者的眼睛 也就是攝影師跟這個拍攝者的一個互動關係 跟鍾琳在討論封面的這個概念的時候 其中一個我們討論到的就是 現在其實大家可以用AI來做影像 人類拍出來的影像跟AI做的影像 又有什麼不一樣 所以其實就講到了一個這個人類的identity 還有一些emotions 裡面有其中一張照片是 莫特兒的嘴唇上面有一個手印 那其實手印的這個意義 也是在詮釋人的identity 因為AI是沒有指紋的 但是人類是用指紋來辨識自己的 然後加上我們現在就是在用一些3C的產品 比如說手機或是筆電 我們也是用我們的指紋去啟動它 所以這個也是一個裡面的一個subtext 鍾琳的magic就是你看它的圖片的時候 其實有很多不同種的詮釋方式 其實就像你在看一個藝術品一樣 它永遠在你一瞬間看的底下 有非常非常多的層次 以上就是對Vogue團隊來說 非常有意義的照片 你還會加上課照片 所以我會說